在我们追求幸福的路上,第一个杀手就是自卑。 在现实生活中,几乎人人都曾经被自卑的阴影所笼罩。 那么为什么人人都会有自卑感? 自卑都有哪些表现? 自卑的情节是怎么形成的呢? 自卑既然是幸福的杀手,又为什么说自卑也是有好处的呢? 敬请关注著名作家毕书敏。 从心理学的角度,引领我们一起来破解幸福密码。 第三集,人人有自卑。 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,但究竟什么是幸福呢? 有人说,金钱就是幸福。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提高了很多, 但感到幸福的人却并没有比以前增加呢?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感知幸福? 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, 隐藏着哪些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杀手? 敬请关注著名作家毕书敏。 从心理学的角度, 引领我们一起来破解幸福密码。 第三集,人人有自卑。 上一讲啊,我们说到在争取性的道路上, 埋伏着一个杀手。 那么这个杀手,他到底是谁呀? 他就是自卑。 很多人告诉我,他自卑。 那自卑的那个理由啊, 简直是包罗万象。 比如说认为个子不够高, 认为这个身材不够好, 头发不够黑, 皮肤不够白, 还有什么? 还有我有一个, 有一次碰到很奇怪的,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。 她跟我说, 她说我特别自卑。 我说怎么了? 我看这是一个美女了。 怎么想着现在想着丑女自卑, 这美女现在也自卑啊。 天下自卑的队伍为什么如此的庞大? 这个美女说, 我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好看了而自卑。 我说为什么呀? 无数的女生啊, 都巴不得自己能够这个, 这长得更漂亮一点。 那你得到了上天的这份礼物, 可是为什么反倒因此而自卑? 他说, 因为我长得漂亮, 所以我所有的成功都被人家认为是靠长相取得的。 我背后付出的艰苦的努力, 我流的汗水, 我所那种偶心滤血的过程都被人忽略不济了。 而且还有人说, 我之所以会取得成功, 我一定用了什么潜规则。 他说怎么办呢? 我想了一个办法, 他说我就到医院去了, 跟整容的大夫说, 您能给我整男看一点吗? 整容医生看半天说不能, 不知道怎么做,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。 还有一次, 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 他非常的能干, 然后有这个博士的学位, 在这个单位里也是一个业务的骨干, 方方面面都很好。 他跟我说, 我为我的这张脸而自卑。 我说你的脸怎么自卑了? 我仔细看看, 算不了特别英俊, 但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, 像你看起来非常纯正, 而且有一点天真的那种面孔, 就我们俗话所说的娃娃脸。 他说, 就是因为我这个娃娃脸, 所以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 我是到外面去指导工作, 常常被人认为是个秘书, 打头震的, 说是来做前面的铺垫的, 当时他不尊重我。 他说, 我老在人们的眼光中, 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半信半疑的, 就是你吗? 你行吗? 你真的可以吗? 他说这种眼光, 他说我真的烦了。 他说我现在也想了一个办法, 我说什么办法? 他说我要到理发店去, 让他们把我的头发染成花白。 后来我说, 理发师说什么? 他说理发师说的, 这收费挺高的, 他说花白不是那么好染的, 是要织一个套, 套在头上, 然后把一些头发勾出来, 可以让满头的黑发染得均匀的斑白起来。 那么更还有了, 说因为我头太大了, 说我上了一次电视, 人家说, 您那脑袋有多大? 现在都是那种小脸美人, 说您看您那头, 在五十几寸的电视里, 好家伙, 我有一平方米你那头。 五花八门, 各式各样。 所以我们听了, 第一是惊奇, 第二是觉得, 是不是有点可笑吗? 人之所以自卑, 可能是由于自真的缺憾, 也可能是来自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越在乎别人说什么的人, 越容易产生自卑感。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, 自卑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呢? 那么, 自卑常常有哪些表现呢? 一个自信的人, 其实是能够恰当地照顾自己。 可是一个自卑的人, 常常是在两极之间摇摆。 一个呢, 就是特别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 他驱赶着自己的身体, 这个, 去做利所不及之事。 为什么? 因为他希望能够做得更好。 其实他的身体做不到那么多, 可是他是驱赶着他去做。 他觉得只有做到那么好, 大家才会喜欢他, 才会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。 我觉得这种忽略了自己的身体, 这种把身体所给予的所有的信号, 都置之不理, 其实也是自卑的一种表现。 那么他还有一个极端, 就是有的人会特别的娇气, 特别的熄灭。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, 我们周围有一个人就简直不得了。 后来我们都躲着他。 为什么呢? 你只要一见着他, 他就告诉你说他哪不舒服。 后来我最后真的说, 怎么天下有以病为美的人呢? 他其实不是以病为美, 他说我身体不行, 所以你们要多照顾我。 所以我工作做得不好, 你们要原谅我。 所以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, 你们不要用那种很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我。 这其实也是自卑的表现。 刚才因为说到生病, 对于生病, 其实自卑的人会怎么样呢? 要么就小病大痒, 要么就咬着牙死死地扛住。 他觉得生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,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, 是一件让自己觉得显示出自己无能的事情。 所以当他们有了病的时候, 很多人其实是选择着那种一忍再忍, 就一直要扛到底。 其实他的身体就受苦, 受大苦了。 那还有更严重的, 一个自卑的人,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, 结果就沉迷于酒精, 沉迷于赌博, 甚至沉迷于毒品。 那么还有一些自卑的人, 他是非常的退缩。 我的老师给我举个例子, 说每一次大型的考试之前, 你会看到一些孩子病了, 真病了, 不是假病啊, 拉肚子的, 呕吐的, 发高烧的, 要到医院掉水的, 还更严重的, 恨不得都能摔一跤, 跟他摔骨折了的。 为什么? 逃避这种严峻的时刻。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在大赛和考试之前, 我们得病的人都是心理病, 但确实有一部分人, 他的身体非常的配合他, 因为说这个考试太严酷了, 这时候考不好可怎么办呢? 我要是能不参加考试就好了, 结果还真是, 他就马上客观的指标就出来了, 你想让自己发烧, 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 可是他真的就可以光烧39度, 没法去考试了。 在下面一条, 我看到的时候都笑起来了, 因为是在心理学的文献里查到的, 但这条很有意思, 他说自卑的人, 往往是驮着背, 低着头, 或者趾高气扬。 我原来经常驮着背, 自打看这条以后觉得不行, 原来我们驮背的时候, 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内心的判断了, 在一个识别自卑的人的小窍门,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自卑的时候也会这样做, 就是我们的眼光, 不敢和别人平视, 低着头, 拿眼角瞟人家, 或者匆忙之间看一眼, 就把眼帘落下, 这都表示他的内心, 其实不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。 再一点是在职场中, 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人真的,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, 但是到出了问题, 有了责任之后, 他们总是能找到替罪一样, 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。 我们常常觉得这真的是品德恶劣,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, 也是他们的心理不健康, 他们有那种深深的自卑。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, 其实我觉得有了责任, 判断虚误, 出了问题, 要勇于担当。 自卑的人还会有另外一个侧面, 就是他们可能是非常严厉的, 非常的苛刻, 甚至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。 如果他们出了一点点的小的疲漏, 他们非常的伤心, 长久的沉建在那种负面的情绪里面, 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犯错误,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错会导致自我评价的下降, 会让大家不喜欢, 会让领导不信任, 会给自己投下长长的阴影, 所以他不饶恕自己。 那自卑的人, 其实对于自己的优缺点, 他的认识常常是模糊的, 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一乌是处, 要么就是觉得都是别人的不是, 自己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, 这些都是他不能够恰如其分的判断自我, 给出自己和外部世界一个准确评价的表现。 看看这些自卑的表现, 不免使人感到有些震惊, 因为很多感觉自己心里健康良好的人, 在这种种现象之中, 也许都可以找到自己曾经的身影, 难道真的是人人都逃不脱自卑的困扰吗?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卑呢? 一个大的原因是因为, 作为一个地球人来讲, 我们真的无比的孤独和弱小, 你可以想想在远古的时代, 作为一个原始人, 他抬头看如此苍茫的天空的时候, 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, 而且面对着大自然的那种挑战, 暴风骤雨, 电闪雷鸣, 突然是三年大旱, 然后是洪水滔天, 还有那不知名的野兽, 瘟疫, 还有各种各样那种突发的灾难, 包括这个三崩地裂, 人是多么的弱小, 所以人和这个强大的自然界相比, 这种自卑之感, 在某种程度上, 可以说是与生俱来, 因为我们人类出生以后, 非常非常的弱小, 记得看这个动物世界, 鸡有时候很惊奇的, 因为, 那么是从一个鸡蛋里面出来一个小鸡, 它浑身湿漉漉的, 过一会儿干了, 它就开始吸吸吸吸吸吸到处跑, 可是你见过哪一家的婴儿生下来, 那小胎儿哭完了以后就在地上跑, 我估计如果他在地上跑, 所有的医生护士也都跑掉了, 因为这简直不是神仙就妖怪了, 不会有这样的孩子, 人类的婴儿出生以后非常的脆弱, 我们民间有话叫做三番六座, 七滚八爬周会走, 三个月才会翻身, 六个月才能坐在那, 七个月才会滚, 八个月才会爬, 一周岁会走就不错了, 在这个腾长当中,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, 非常的无助, 没有大人的照料, 你根本就不能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动作, 不给你吃你就饿死了, 不给你喝你就渴死了, 不给你盖背, 不给你穿衣, 你就冻死了, 人类的婴儿需要一个漫长的抚育的过程, 在这个过程中, 我们是那么弱小, 是那么无助, 是那么要仰仗他人, 心理学家有一个研究, 你所有的经历都不会被忘记, 事实上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, 所有的东西都储存在你记忆的地下实里了, 而且特别还有一些孩子, 他可能不一定父母双全, 不一定是被亲切的呵护, 他们很可能有一个令人哀伤的童年, 那么在这些孩子的内心深处, 埋下这种自卑的种子, 是太有可能了, 我在工厂的时候, 有一个女工他跟我说, 说我婆婆跟我说了, 如果我生一个儿子, 他给我一百个鸡蛋, 如果我生一个女儿, 他说那您就自个儿凑合着待着, 最后他就生了个女孩, 生了个女孩家里人不喜欢, 后来他开始打女儿, 好像女儿有一天就被打伤了, 来看病, 我当时就说你妈怎么能下来, 这么毒手, 我说这不行, 叫你妈过来, 我说我给你包好了, 再帮你妈叫来, 这不行, 不能下这种毒手, 最后女孩说什么, 说您别赖我妈, 因为我是个女孩, 所以我不受待着您, 她也不受待着您别赖我妈, 你想想这孩子还这么懂事, 可是她心里面就会种下这个女生不如男生, 她就自卑了呀, 像这样子的观念, 都必须要在意识的层面加以清理, 不清理, 也许这个女生长大了, 也许有一天她也做了妈妈, 当她在生出一个女孩的时候, 她仍旧不喜欢这个女孩, 所以这种观念的清理, 就自己心中的那个结的解开, 不仅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, 其实对我们的家庭, 对我们的后代, 它也是非常重要, 如果你不去解, 它就沉在那里, 它就真的是像一条锁链一样的, 可以慢慢的遗传下去, 由于人类先天的弱效, 人人都可能有自卑感, 所以有自卑感并不可怕, 可怕的是这种自卑感被深深的埋藏在心底, 随着时间的纠结, 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自卑的情景, 从而使自己永远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之中, 那么这种情节是怎么形成的?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形成这个情节的原因? 又如何才能够破解这个情节呢? 还有那些在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情节, 这些情节是从哪里来的呢?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一一地破解它的密码? 你要知道, 你很熟悉自己的身体, 可是在你的身体里, 在你的大脑皮层里, 还有一大部分, 那是一个最伟大的秘密, 它潜藏在那里, 愿不愿意去破解它? 举个例子, 我有一位朋友, 他特别爱送给别人丝巾, 就是夏天的那些非常美丽的, 薄如残意的, 非常飘逸的那些纱巾, 他送我第一条丝巾的时候, 我说, 谢谢了, 他要送我第二条丝巾, 甚至是更多的丝巾, 后来我发现他不但送我一个人, 而且他还送给其他的女朋友, 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, 他送男士也送丝巾, 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, 我说, 在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, 其实是有着一个思想, 有着一个决定在指挥着我们, 你看似非常不经意的, 好像是整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, 但是其实那个背后, 它是有一个深深的脉络, 我就跟他开玩笑, 我说你能想一想, 你这辈子和丝巾有什么缘分, 因为什么你要这样一条又一条的买丝巾, 我说完这话, 他突然就沉默了, 我看着他, 他就在我的眼前, 眼泪就开始往下流, 后来他跟我说, 他说你的话让我想起了往事, 我说什么往事, 他说我小的时候, 我妈妈有一条用金丝织成的围巾, 我立刻就打断他的话, 说不可能吧, 金丝织的围巾, 那能舒服吗, 那能预寒吗, 后来他说, 你说的对啊, 他说我想起来它应该不是金的, 可是在我的心中, 我觉得它就是一条金丝织成的围巾, 他说我妈妈特别珍惜他那一条围巾, 每一次都是去见贵客的时候, 出席那种隆重场合的时候, 才把那条丝巾围上, 回来以后就把它折起来, 非常宝贝的珍藏着, 他说我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, 正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, 有一天趁我妈妈不在, 我把那条丝巾给拿出来了, 他说我就给围上了, 然后我就对着镜子, 觉得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, 他说我特别高兴, 就带着这条丝巾出去了, 到小朋友面前, 到同学们面前, 去险培去了, 到了帮晚他回家的时候, 他突然发现那条丝巾丢了, 不知道什么时候, 就从他的肩上滑落了, 他说那是个冬天, 他就冒着漫天的大雪出去, 把他从中午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, 都去一个角落一个角落, 连一寸土地都不放过的, 去寻找这条丝巾, 可是你可以想得到, 他整个一个下午几个小时, 这个丝巾不知就飘落在何处了, 也许被大风卷走了, 也许被什么人就把它收起来, 自己保存去了, 结果他在心中的那种惊慌, 那种恐惧, 那种觉得天摊下来的感觉, 非常非常的强烈, 他回到家以后, 他妈说你干嘛去了, 他就特别剧烈的思想斗争, 是说还是不说, 他说我觉得我还能把他找回来吗, 他最后当妈妈的眼睛都是雪亮的, 就看着他这种吱吱吱吱的, 然后说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了, 我看你今天就不对头, 你说吧, 你说我不打你, 他就说了, 结果他妈就劈头盖脑地打了他一门, 然后他说他满脸都挂着泪, 他妈拉着他说我们再去找, 那时候已经天黑的身上不见五指,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找到那条丝巾的, 可是他们依然在外面院子里, 道路上到处在寻找这条丝巾, 那么结果就是这条丝巾就永远的失去了, 在他脑子里留下两个印象, 第一个印象, 这条丝巾是金子做的, 第二个印象就是丝巾是非常宝贵的东西, 那么当他长大以后, 当他有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后, 当他可以去选择的时候, 他就不由自主的, 总是一次又一次去买丝巾,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女子他的那种善良, 因为他喜欢丝巾, 觉得丝巾是世上非常宝贵的东西, 所以他送给他的朋友, 他送出去, 然后他继续去买, 这就是他心里的一个情节, 后来他跟我说, 他说毕兄弟, 我最后一次送你丝巾,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心里的这个节, 可是你今后你不会再得到我的丝巾了, 那么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世人的心里, 你可以想一想, 你特别喜欢什么东西, 或者你特别憎恶什么东西, 你见到什么东西, 你就表示那种强烈的反感, 追本作员,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是有一个节的, 我记得我在一本书里也讲过这个故事,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, 突然被一个女士就拉住我, 她说我认出来你是毕书敏, 我说哦, 她说我读了你那本书, 我特别谢谢你, 我说因为什么, 她说因为你讲过的那条丝巾的故事, 我说为什么, 她说我终于知道了, 知道我为什么一辈子都能吃柿子, 就是秋天我们街上卖的那种大概柿子, 她说我不能吃, 我说你过敏吗, 她说不是, 柿子一吃下去, 立刻会吐, 我说如果不过敏的话, 怎么会吐呢, 为什么不可以接纳柿子呢, 她说我看了你那本书, 我知道这个丝巾的过程, 我才知道, 当我小的时候, 在家里有一天, 我妈从外面回来, 刚进门, 一下子就滑倒了, 就是我们家地上有一块柿子皮, 就把它滑倒了, 她一下就把我妈给摔伤了, 所以我妈最后就说, 这个柿子是谁吃的, 把这个皮就给搁到地上了, 结果几个兄弟姐妹都说, 就是她吃的, 她说不是我吃的, 说就是你吃的, 他们一块说就是她吃的, 她说她真的白口难辨, 那么这个冤屈在她的心里, 在一个孩子的心里, 就凝结起来, 凝结为她从此一生不吃柿子, 结啊, 这是一个结,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, 其实很多的事情, 就是被这些结所决定的, 它像磁铁一样, 它吸附着你的能量, 以至于到了你做决定的时候, 根本就不经过其他的推理了, 你一下子就按照那个结, 给你指出的那条路去做了, 所以如果你有自卑感, 这很正常, 如果你让你的自卑纠缠为一个巨大的结, 那么它会强大的影响了你的生活。 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关于自卑, 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, 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, 就是自卑的好处。 大家可能说, 自卑有什么好处啊?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自卑, 自卑都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伤手, 但是毕书敏老师为什么会说, 自卑还有好处呢? 那么自卑的好处在哪里? 又是谁发现了自卑的正面意义呢? 发现了自卑正面意义的, 是一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, 他叫阿德勒, 这个阿德勒1870年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富裕的人家, 他排行老二, 家里吃穿不愁,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音乐, 按说这是个幸福家庭, 可是阿德勒一点都不快乐, 为什么? 两个原因, 一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了没有, 阿德勒他是排行老二, 这个排行老二其实容易让人自卑的, 阿德勒上面有一个哥哥, 这个哥哥是家里的投生子, 高大健壮, 家里人都很喜欢哥哥, 所以阿德勒觉得他一出生就在哥哥的阴影之下, 那么再一条呢, 阿德勒五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, 本来就没有哥哥那么强壮, 这一场疾病干脆让他成了一个驼背, 所以他就越发的不快乐, 最后他简直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了, 陀佩的阿德勒后来考上了医学院, 成为了奥地利的一个医生, 那么他从自己的身体残疾开始, 去探讨自己的心灵, 最后他就在这种感到深刻自卑的状态之下, 他挖掘出了自卑的积极的意义,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? 那么所有这些让我们不如人的地方, 其实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动力, 阿德勒是怎么说呢? 他是这样说, 一个人由于身体的缺陷, 或是其他原因引发的自卑, 不仅能够摧毁一个人, 使人自甘堕落或者发生精神病, 另一方面, 他还能使人发愤图强, 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缺点, 那么说到这一点, 大家其实会想到很多人, 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先天的不足, 还有这种后天带来的种种的缺憾, 可是如果你把它都化为一个激励自己的动力, 那么他就会成为一种熊熊的火焰, 能够让你内心催发出一种勇气和力量, 我看到一个故事, 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里的这句话而感动, 这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? 他就是七次获得了, 这个法国环法自行车比赛冠军的美国车手阿姆斯特朗, 阿姆斯特朗呢, 他第一次得到环法自行车冠军的时候, 才只有23岁, 是历史上这一个赛事里最年轻的冠军, 到了1995年, 他病, 而且不是一般的病, 他得的是癌症, 是严重的高丸癌, 阿姆斯特朗被诊断出高丸癌, 并已经转移到脑和肺部, 医生认为他存活的可能性很小, 手术之后, 阿姆斯特朗以顽强的毅力进行治疗和断裂, 三年之后, 阿姆斯特朗不仅战胜了癌症, 而且又多次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冠军。 阿姆斯特朗在他的自传里怎么说呢? 他说, 患上癌症, 可能是我这一生生命中最宝贵的事情, 因为他教会了我坚强。 我觉得一个人在深化癌症的时候, 他不自卑, 不气馁, 他居然可以说出, 这是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事情。 我原来只以为像这样非凡的人才可以说出这种话。 但是上次我的一个朋友, 他也是得了癌症, 他告诉我说, 得癌症是我今生碰到的最好的事情。 他说, 在我得病之前, 其实我忽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, 其实人为什么要活着, 怎么来珍惜生命, 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。 如果没有这一次癌症, 我可能知道生命的终点, 我都不会有意识地来考虑这些问题。 可是因为得了癌症, 我躺在病床上, 我把这些都考虑了, 我觉得我还有一段时间, 我一定珍惜这段时间, 让我的生命过得特别的有价值, 让它焕发出那种光彩。 他从这个角度, 我说, 由于这个癌症, 它让我的生命质量有所不同, 所以他说, 这是我最好的事情。 我听了以后, 真的是非常感动, 原有这个, 其自一切的冠军阿姆斯特朗, 近也有我这个朋友, 他们一再再重复着这句话, 就是说, 我们要去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命。 自卑可以使人的生命变得灰暗萎缩, 也可以激发生命最大的潜力。 请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, 海伦凯勒, 在一岁多时患病, 变成了一个聋哑的盲人。 但他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,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, 建起了多家慈善机构, 为美国时代周潘, 评为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。 那么海伦凯勒没有自卑吗? 他是怎样走出自卑的黑暗的呢? 我们办过一个心理学小组, 其中有一个游戏, 就是我们来扮作一个盲人。 两个人一组, 扮作盲人就要用很厚重的毛巾, 把眼睛鼓得一点都看不见。 两个人一组, 一个人眼睛看不见, 另外一个人手拉着他。 我说, 你们要走出我这个诊所, 要到走廊里去, 要去爬楼梯, 要去坐电梯, 要到公园里去走, 要到马路上去走, 你去感知一下, 如果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明, 你将有多么的困难。 半小时以后回来了, 有的人就说, 我真的明白了, 明白了海伦凯乐说, 请给我三天光明。 我这是半小时的黑暗, 我觉得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之大。 他说谁敢过马路, 他拉着我, 我也不敢。 他说, 我觉得我的命就在他手里面了。 其中, 有这么一段, 回来以后, 两个人互相背靠背, 不理了。 我说为什么呀, 怎么了? 这个刚才半座盲人的那个朋友说, 说的没有他那么不负责的, 本来应该拉着他呀。 这个进电梯的时候, 那明眼人自个儿一步跳进去, 说进来吧。 那个眼睛捆着毛巾的人, 他不敢进啊。 他说, 我在那迟疑, 他在电梯里面就想, 你快进来, 你快进来, 你啰嗦什么, 你马上进来, 没想到。 他说, 我进去那一刹那, 那电梯关上了, 刚好把我的脸给夹在中间了。 你说他也不挡一下, 他说我这脸, 可能明天都得清了这一条。 不容易。 我觉得那一次的活动, 让大家都有很多的感触。 所以我想,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, 你可以试一试, 试一试一条毛巾, 你叫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, 你会在心里面感觉到多么大的那种困难。 那么海伦凯勒, 失明, 耳朵也听不见, 又不能讲话。 即使是面对这样严重的生理的残疾, 他靠着非常艰苦的努力, 他最后不但能够读, 不但能够说, 他还写了对我们来讲具有无比重要意义的他的自卷。 这是何等的努力啊? 何等的坚韧? 所以, 一个人, 我们的身体不好, 我们渐渐的老去, 我们的能力在下降, 包括有这些非常严重的残疾,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卑的理由。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, 和自卑做斗争并不容易, 是要穷尽我们一生的时间和精力。 但是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? 无数的人和自卑做过斗争, 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。 下一次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战胜自卑的方法。 好, 谢谢大家。 自卑虽然是人生追求幸福的障碍,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战胜自卑, 自卑就可以转发成了一种前进的动力。 也许我们很难想象, 很多成功人士都曾有过深深的自卑, 那么自卑的情绪在什么情景下容易出现?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战胜自卑呢? 敬请关注著名作家毕书敏, 从心理学的角度, 引领我们一起来破解幸福密码。 第四集, 战胜自卑。